《啟示録》十章、十一章 大家有沒有回家去看 希望大家重複看、重複看 用心去看 也都標記著它 即是甚麼重點字呢? 標記著它留心 因為我們末後的日子近了 我也問過你們同工 為甚麼你們會選了啟示録 因為末後的日子 所以他們就覺得 這個主題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大家都有這個心 啟示録十章的內容 包括甚麼呢? 首先有七雷,要封上 不可以寫出來 接著就有 講到第七號 但到十一章才講過七號 即是那時已經講到第七號 即是說其實 七雷的時間 是在 在這裏看就是第六 和第七號之間的 七雷的時間 然後呢 然後呢 就講到 不再有時日神的 我會被承傳 然後呢 最後呢 就講到 約翰食這個書卷 就會指著多國 說如言 這裏講到 這個七雷呢 聖經講到 是叫它 不要寫出來的 有天使大聲呼喊 好像獅子敲嬌 這個啟示六十章三節 那裏開始 呼喊的時候 有七雷發聲 七雷發聲之後呢 約翰要寫出來 就聽見天上有聲 說是七雷所說的 你要封上幫我寫出來 那 為何是這樣呢? 為何七雷 不能寫出來呢? 是不是很嚴重呢? 其實我們看到 七印已經很嚴重了 有些人說 我最近都知道 有些人說 已經應驗的了 到第七印了 但是呢 如果大家記得 第二印呢 就講到什麼呢? 是地上奪去太平 再無太平 第四印呢 就是死了人的四分之一 那這個肯定未發生 但是有人就說 什麼什麼 什麼時候發生呢? 第二次世界大戰呢 加上一些人數 其實只有很少而已 計算比較 是完全不及於 四分之一的人口 但是它是計算可能出生的人 但是呢 奪去太平 這個真的太牽強了 因為呢 就是 世代大戰的時候 是打仗 但是呢 現在來說 已經很多年 是 不是有打仗的情況 所以 是根本未曾應驗的 那 這個 也舉意嚴重一下 因為死了四分之一的人 然後呢 就到七號了 七號的時候 就 第六號呢 就說到什麼呢? 第六號呢 就說到 有四個從白拉大河的事者出來 就要殺人的三分之一 更多 那這個也是非常嚴重的 有些人聽到這些聖經 哇很害怕 死了 怎麼這麼嚴重啊 那麼嚴重啊 七號七 七 七 號 不是七印七號 七雷七腕 都是神開始的 那所以 神是會保守他的疑慮 他不會那些疑慮 全部都死了 那麼我在其他的 訊息也有說到 聖經是很清楚 說到大災後 耶穌降臨 在萬民之前 萬民哀嚇的時候 那時候 才是被提的 如果你想看 看回 我有寫到 就是有五點 用釋經來證明 災後被提 是 不過我現在又找到第六點了 我遲些 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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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綜合再說 那到底七雷 是什麼呢 為什麼這麼嚴重呢 人已經死了 三分之一都挺嚴重啊 那 就是 為什麼這麼嚴重呢 這個呢 我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不過呢 有一件事在神的 保守之下 我們信靠神 神會保守 到底神會做什麼呢 我們不知道 我呢 就 昨晚發了一個夢 很特別的 這個夢 那這個夢裡面 就是 我在一個地方 然後 我就可以 下一日去到別的地方 其實 聖經有說這件事 如果大家記得 肥利 為這個 埃塔亞伯的 太監 鮮世之後 然後呢 他就被提 去到別的地方 不是上了天堂 去到別的地方 到底在末後日子 是不是基督徒 可以這樣的方法 或者好像呢 耶穌救彼得 天使為他開 開門 然後就出去 到底是否會用這個方法呢 我不知道 不過呢 神一定有方法 保守 所以呢 就是我鼓勵大家 我們信神的美善 不要經常怕死 很多人就 很怕很怕 死了死了怎麼辦 我們在神的手中 是不用怕的 神會保守的 好了 接著呢 就第七位天使 吹號的時候 神的奧秘就成全了 其實說到七號的時候 都很清楚 如果大家記得 說到第六印的時候 已經是世界末日 為什麼呢 是助寶助者和羔羊憤怒的大日 到了 那些人 全世界的人 所有遺奴自主的 都跟那些大山說 倒在我們身上 這個也是活日的 所以呢 其實七印七號 七雷七腕 它的時間性是怎樣的呢 根本我們是很難明白 不過呢 開七印的時候 是馬上出現七號 所以呢 所以呢 其實他們幾個的關係 是相扣的 是我們需要更多去明白 是相連的 所以呢 就不要想著說 好像隔開很遠 不是的 其實是相連的 但是我們有神的保守 我們又不用怕 但是我都經常告訴別人 這個日子近了 為什麼呢 兩方面 我不是講預言 我是憑現象去看 第一就是 聖經講到 這個呢 在門口的時候會很熱 那我們發覺呢 現在的天氣變得很差 由熱浪啊 那些洪水啊 那些風暴啊 都是很厲害很厲害的 所以這個呢 也都是可能呢 就是一個門口的先兆 現在我們想到這樣 現在天氣變化得很嚴重 你想想過十年會怎樣呢 連連都 連連他都說 八年一遇啊 不過是一年一遇啊 那怎麼叫八年一遇啊 因為他不想說到這麼嚴重 那我們想一下 哇 過了十年會多嚴重呢 再過了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哇 這個世界還可不可以存在呢 那另外 那些打仗也是 很多國家 真的隨時會打的 整天都說要打的 已經 而且還在打的 那以色列呢 現在其實被四個國家打的 那大家如果知道呢 就是 哈馬斯 然後呢 黎巴嫩 然後呢 就也門 然後就伊朗 其實這個很可能 是演變成為 末後的戰爭的 這個也是 就是 聖經的預言的應驗 所以我們 就是我自己覺得 這一次的戰爭 現在未是進入大災難 但是 鋪路 很可能 因為呢 它兩邊都不會停 那麼以色列的策略是這樣的 因為它 一開始 一開始 建國的時候呢 周圍的那些國家就被困住了 那 經常打他 所以它有一個策略就是 你一打我 我一定要打回來的 他不打 那些人就會打他 所以他的策略就是 你打我 我一定打 而那些國家 就一定要毀滅以色列 所以他們又一定打 一定要找機會 那 那時候呢 變成是 很難停止的 所以這個戰爭 很大可能 一直持續下去的 那 我們講到 第六印 已經是末日 那些 所有的人都跟那些山 倒在他們身上 因為 助保助者和羔羊的憤怒 的大日 是單數的 即是一日 一日的 就是耶穌回來 如果我們看馬太福音二十四章 就講到 耶穌講到 那些災難 即是普通的災難 有戰爭 飢荒 地震 那些 然後呢 就有一個很大的災難 是從創世以來都沒有試過的 以後都沒有的 那這個大災難 這個大災難 一過後呢 這個天上人子的兆頭就要出現了 萬俗就哭了 這個時候呢 即是他們先經過 看到原來是耶穌回來 他們就哭了 然後呢 就人子降臨 來審判他們 我們這樣看的時候 那經文說到他們知道是耶穌 和很害怕的時候 就是耶穌回來的事 他全世界面對的時候 所以呢 我們就看到 當耶穌出現 他們知道是耶穌憤怒的日子 就是這個馬太二十四章 這個憤怒的日子 馬太二十四章很清楚講到 之前是沒有耶穌出現的 是那時候才出現 那所以 在這個第六印那裏講到 他們這個 助寶助者和高揚的憤怒的大日 就是馬太二十四章 這個耶穌回來 那所以 這個第六印呢 現在是耶穌回來 而這裏呢 亦都是講到耶穌回來 待會我們會再看清楚 這個第七號的 我們釋經很重要 就是從聖經問答案 太多人呢 就是他 就是看聖經 就是看聖經 不斷耳 那這樣看就算了 我們要很小心看 並且 看聖經也有這樣的原則 有些經文 有些教導是非常多經文 很清楚講的 譬如 恩信清義 是聖經很清楚講的 聖經也很清楚講到 得救一定有果子 這個一定 聖經是多處講的 信心無行 信心無行是死的 不在常日耶穌裏面 耶穌不上去裏面 就好像枝枝一點 枯乾 即是跟耶穌沒有關係 就榮在火裏燒了 沒有遵從神 當那天耶穌說 我不認得你的 在馬太七章有一節 這些是很清楚的教導 關於災前 被提 不是違反聖經 由我所講的聖經 講的災後被提 我之前是用很清楚的經文 去講的 啟示錄 就有點不同 就是有些地方 清楚 有些地方沒有那麼清楚 所以我們要分辨 哪些是清楚 哪些不清楚 當我們不清楚的時候 我們都要接受 有可能有不同的解釋 就是我都會這樣看 有些人 曾經我跟一個傳道人說 他說這樣 牧師都說不清楚 我就說 聖經沒有說的時候 我們不可以說清楚 聖經沒有說 你自己清楚的時候 是你的權兵 不是神的權兵 所以我們需要明白 就是聖經清楚說的 我們先會承認是教言 而有些是 不太肯定 我們就說可能是這樣 這是我們聖經的時候 非常重要的原則 我自己也跟一些人說 我說聖經這樣說 他說 為何你這麼執著聖經的說話 不執著聖經的說話 執著什麼 執著傳統 有些人反對 傳統的教會 但其實 有些人說 每天都有他的傳統 他總是說 再次未提 總是說發生的事 都是一種傳統 就是他們跟著的傳統 你發覺很多時候他們說的時候 我都聽他們說 有沒有適經呢 全部都不清晰的 適經的 我希望大家都會去研究 好了 這裡說到 第七號的時候 就是神的奧備成全 正如神所傳給他伯仁眾先知的佳音 就是神的奧備要成全 然後呢 現在我們看第十章 第十節那裡繼續 就是 約翰在天使那裡接過一個小書卷 吃的時候 口中很甜如蜜 吃了之後 所以肚子覺得發苦了 那天使就跟他說 你會指著 多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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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說語言 這裡就讓我們看到 就是 他的話語是甜蜜的 那你說 哇啟少爺有什麼甜蜜呢 就是有什麼甜蜜呢 其實我們 一會兒會看到 那兩個見證人 真是甜蜜的 為什麼 那兩個見證人 哇 很有權力 他們能夠有人攻擊他 他噴出火出來 而且是1260天 是三年半的 就是大災難的時期 一直有這個見證人 所以這個 很好的好消息 其實呢 在啟示錄 是有不同的地方 讓我們知道 神是掌權 譬如有三個天使 飛在空中 第一個天使 叫人敬拜神 第二個天使 就說到 巴比倫大成要談到 第三個天使 就說 那些受受印記拜受的人 他們的份 在龍王的火壺那裡 哇 就是這麼明顯的見證 並且呢 第五號 大家如果記得 就在開了一個無底坑 那些黃蟲出來就釘尾 是沒有神印記的人 所以這些很明顯 就是神作王的 也有說到 受的國黑暗了 所以我們知道 神一直作王的 所以 他的說話 是給我們有安全感 有甜蜜的 然後呢 又發苦 為甚麼又發苦呢 因為他的確是有很多災難 在那時候是不容易過的 是必定要放下所有的 依靠 我們依靠錢 平穩安靜 到時是沒有了 甚麼都沒有了 是每天 就是每天 就是依靠神的供應 好像 像耶利亞呢 如果聖經 大家記得 他有三年半 就在 激流溪旁 靠烏鴉 擔食物給他 到時是否又是這樣呢 我們又不知道 但這些 好像聖經 是用這些說話 來告訴我們 這些是可能 並且 時間又是大災難 那個時間的長短 所以 這個又是很奇妙的事 以色列書三 三節 亦都說到 這裡 神又稱貴為人子 但是這個人子 跟新有聖經 福音書說人子 是有不同的 在原文 耶穌那個人子 是有the 這是一個 definite article 即是說 是那個人子 那 人子這個字 又比較神秘 為甚麼人子 因為 耶穌是神 他又是人所生的兒子 所以他就稱他為人子 以色列書 就是一個普通人的兒子 不是神的身份 所以他沒有這個特別的身份 但耶穌就是這個 the son of man 就是一個很特別的身份 即是這個人子 他吃了這個書卷 亦都是甜如蜜 他這裏就是甜的 然後 但耶穌七章十三節 都有說到 人子駕魂隔臨 原來這些 其實在舊的聖經 都有說到 耶穌回來的情況 好了 接著 啟示錄十一章 我們說 就量度聖殿 殿外的丸子 會被外邦人 踐踏42個月 第二節 講到他踐踏42個月 接著第三節 就講到 見證人 就見證1260人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到底這兩個見證人 是哪個時段 是災難之前 因為是大災難的時期 因為上文講到 踐踏這個聖城 42個月 其實這個 就是災難的時期 災難時期 然後接著 第三節就說 這兩個見證人 就是見證1260人 所以 都是災難時期 這個 我是用那個 他放在一起 來到之前 這兩個見證人 也是在大災難的時期 但是呢 我又講講 時間上 有少少的 我稍後再講 就是講到 那個獸殺死 兩個見證人 那個獸的時間 又是42個月 那 這兩個見證人 又是42個月 那為什麼 他可以殺死他呢 那很大可能 就是 他的時間 不是同一時間開始的 那兩個見證人 先 有一個獸才開始的 那所以 那獸的時間 就拖後過 這兩個見證人 那所以 兩個見證人 被殺 又後來復活 升天 那個是 接近末期的時候 OK 好 那兩個見證人 傳到1260日 能夠再 來攻擊世界 但是 獸就將他殺了 那這兩個見證人 在屍首島 就是所多馬 埃及也是主釘十字架的地方 那很明顯 這個是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十字架的地方 那些人就歡喜 他們死了 然後兩個見證人 三日半之後 復活 成了倒壇 要十分之一 然後第七號 這個就是十一章的內容 好了 這裏呢 在十一章我開始 就有一根鬼子自給我 當作量度的象 且有話說 起來 將神的殿和祭壇 並在殿中禮拜的人 都量一量 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 因為這是吸了外邦人的 他們要踐踏聖城四十二個月 就講到踐踏聖城四十二個月 但是呢 又講到神的殿和祭壇 和殿中敬拜的人都量一量 有兩個獸的 那麼呢 就從海中上來的獸呢 就說跨大洩服的話 有權兵接給他 權兵呢 又是任意而行四十二個月的 所以這個海中出來的獸呢 他的時間也是四十二個月 所以和他的時間呢 是一樣的 踐踏聖城 和這個獸的時間 和這兩個見證人的時間 都是三年半的時間 好了 下一張章章 就是同樣有經文的 有一根位置給他量度這個 量度的象 將神的殿和祭壇 殿中敬拜的人都量一量 但是殿外面的院子就要留下 不要量 因為吸了外邦人 他們要展立聖城四十二個月 即是說 這個聖殿的圖很小 大家可能在這裡看到 這個聖殿內院 聖殿的外院 也有外邦人院 這裡說到就是 被外邦人踐踏四十二個月 那踐踏四十二個月的意思是什麼呢 即是被外邦人控制 即是被不信的人控制 但是聖殿的內院 內院 只是一封牆隔著 外院和內院 這個聖所 自聖所只有一封牆隔著 如果是武力攻陷外院 武力攻陷內院有多難 即是一個炸彈已經炸開了 怎樣都已經攻入了 怎麼可能呢 只是外院就踐踏 內院就沒有踐踏 即是在 這個physically 即是這個物質來說 是不可能的 即是沒有理由這樣 外院被外邦人踐踏 這樣就進不了內院 即是不可能的 所以這個呢 不只是說到這個聖殿的 是說到呢 是神的子民 神的子民 有一部分是保守 有一部分呢 被踐踏 那被踐踏的是什麼呢 就應該是指到那些不聽話 或者一些假的教會 一些不跟從神的教會 是軟弱的教會 在這個時候呢 就魔鬼完全控制 那其實呢 這個事情其實已經發生了 大家如果聽過 那就 其實天主教 他們有這個 第二個梵蒂岡的大會議 是已經通過了一個法案 是什麼呢 就是說呢 耶穌不是唯一的啟善 不是神的唯一啟善 神都可以用其他宗教 都可以用其他的啟善 那就並且最近 如果大家上網找呢 這個教皇呢 曾經在不同地方宣告 不同的宗教都可以引人去神 那裡的 帶人去神 如果你上網找找就找到的了 即是 Hope said that other religions can lead to God 你就去找一找 你就會見到的了 這個真的很離譜的 嘩 嘩 其他宗教都可以去神 正經說到 除他以外 是上網說了耶穌 別無拯救 因為天下會有刺下別的名 我們可以靠就得救 是沒有第二個名字可以得救 怎可能是可以用其他宗教 而且很明顯的 其實我們怎樣去 當然我們盡量跟人傳呼音的時候 就不是去攻擊他的宗教 而是說到耶穌怎樣好 但是某個時候 我們都會被人知道的 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有什麼分別呢 第一 就是基督教說到 是只有一次死的 一次生一次死 死後就去天堂或者地獄 佛教說到 就是投胎 輪迴的 如果是 只有一個是真 你不可能又投胎 又一次生一次死 所以只有一個是對的 所以 聖經在很多方面證明它是對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就證明佛教是錯的 也有另外的宗教 大家可以猜猜是什麼宗教 它是取自聖經的 它就說聖經的人物 其實都是它的神 阿伯拉罕 全部都是 不過它是另一個後代 所以他們就跟從神 但是很明顯 聖經的神是慈愛 並且它的恩典可以臨在 是可以經歷的 是你常常主因的滋味 這個是詩編所說的 所以就是說到 我們跟神可以有個人關係 但是這個宗教 是沒有說到個人關係 並且它說到的天堂 是很奇怪的 聖經那個天堂 是聖結的 它的天堂 是可以一個男人 有很多很多的處女 跟他有性關係的 並且 有性關係之後 第二天又變回處女 再做處女 但是有些人問 那些女人呢 就是為什麼呢 就是 她的天堂 這些很明顯 是一些非常錯誤的宗教 這些都顯示出 都沒有理由取折聖經 為什麼是這樣的宗教 所以這個經文的解釋 是真的需要去分辨 聖經沒有很詳細清楚 說了很多東西 不過由這裡我們看得到 我們再看一個經文 神的殿祭壇 到底這個是不是 即是楊散再建一個聖殿 還是說到教會呢 可以是兩個可能性都可以 到底是不是 因為在舊約的聖殿 就有憲制 有祭壇 有憲制 在新約的時候 是沒有憲制的 其實現在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有些人說 就說 是 找到那隻熊 熊武牛 有沒有聽過 熊武牛 就說 每天就到了 獻這隻熊武牛 就是 每天的時候 就是聖殿重建 那 到底 這個聖殿重建 是重建一些憲制 因為聖殿 應該是 敬拜天父 而且是信靠耶穌 不是憲制 所以 有很多人 就當正 就是 重建的聖殿 就是把 旧約的聖殿 又重建 一色一樣的 又是有個 祭壇 就是憲制 那是不是這樣呢 這個是很 從聖經來說 是不合乎聖經的 在希邦來書 很清楚說到 這些牛羊 根本不能夠贖罪 是耶穌 屬了 纏約的人 所犯的罪 所以這裡 說到這個 祭壇到底是 是什麽呢 有可能真的 是建一個聖殿 不過是 那個憲制 這個意思 就是 代表 他們向耶穌獻上 讚美感謝 可能是這樣 未定 就是說 不是一個絕對性 一定是一個聖殿 在耶路撒冷 中間 就在那裡 敬拜天父 聖父 聖之聖靈 然後那些人就被保守 未必是一定是這樣的 有兩個可能性 我自己也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可能性就是 聖殿真的這樣敬拜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 是說到 神的 真正屬神的基督徒 這些人 神就數算他的數目 並且保守他 並且保守他 所以這個 我們就知道 這個很可能 是可以是包括 教會在內 又可以包括 耶路撒冷在內 好了 那麼 殿外丸子留下 不要量踐踏 那這裡應該說到 是假的信徒 假的教會 也都可以說到 耶路撒冷 這個是 聖誠 是包括耶路撒冷在內 就是耶路撒冷也有 真信徒和假信徒 全世界都有 所以在裡面有假 有真 那些真 那些神就保守 那些假 就被外邦人踐踏 那這個踐踏 到底怎樣呢 那很大可能 真的是耶路撒冷是被踐踏的 就是耶路撒冷是被外邦人 被外邦人一路攻擊 就是說其實 哇 在大災難時期 耶路撒冷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地方 但是同時 神又保守那些人 那到底這些什麼應驗呢 我們不知道 不過就是 不要將這個經文 只是說到 哇 好像那個來院 那些爆彈都攻不入 這件事是 是不可能發生的 所以這個是應該說到 一個熟靈的神的家 但是怎樣 怎樣保守呢 我們不清楚 但是總之就是 總是有基督徒存在 那些基督徒一直在親近神 也都是有假的教會 被外邦人和被魔鬼斥踏 那現在也都 另外除了我先說天主教之外 也都有一些教會 又說同性戀又可以 那些甚至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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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牧師的 那些是神父 那些是神父母的 他好像天主教是不反對這件事 他們就說是同性戀的 他有同性戀的 那這個呢 都是 讓我們看到 原來 這個世界已經 那些教會 是很多有問題 也都是 我自覺見過 一個教堂寫著 Heavenly Mother Heavenly Mother 天母 也都是 有些教會 他們也都是 不相信 全本聖經是神的啟示 就是包含神的啟示 有些是 有些不是 也都在神學上去分析 哪個部份是 哪個部份不是 搞得很複雜 很複雜 那時候 我的神學院都要知道這些 那時候 我聽說 悶到不得了 但是我知道 聖經是神的說話 很多啟示 很多證據 很多預言 仍然 並且我們奉耶穌明 可以趕鬼 可以經歷神 所以我知道神是真的 那些人 慢地攻擊 他經常用一種 那些叫textual criticism 就是他拆解聖經 他就說 那些人在怎樣傳遞 就把這些部份 就不是聖經 不是神的 這些是神的 那些不是神的 那麼 他們也有 In search of the historical Jesus 找回歷史上 真實耶穌是怎樣的樣子 那些都是很可惜 就是很多人 加插這些錯誤教導 那我希望大家都知道 這個神是掌權的 我們都可以經歷到聖經 很多預言應驗的 有些人攻擊 不代表他是假的 OK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踐踏 踐踏聖 到底是怎樣踐踏法呢 那這個是包括耶路撒冷 不過也是會包括 即是假的教會 給魔鬼攻擊的 好了 接著這兩個見證人 專用無意傳到1260日 那經文是這樣的 看回上一節 啟史六十一章 第二節 就是講到 踐踏聖城四十二月 跟著第三節 就講到這兩個人 傳到1260日 那所以呢 兩個人是對應的 所以這個時間是一樣的 應該是 即是說是踐踏聖城的時候 同時有這兩個人又在 這個又有些奇怪的 即是怎樣呢 他們的地方就是 耶穌釘十字架的地方 怎樣可以這樣 到底是怎樣的呢 那種踐踏 是不是軍事踐踏 或者是一個宗教的踐踏 宗教的踐踏 即是說他們信了 那些不是真神的 那些假的 這樣的踐踏的意思 即是我們 我們需要明白啟史六十二 因為啟史六十二 實際上很多東西 不是說得很清楚 所以我們需要有一個 Open Mind 一個打開的心 就是我看經文 我肯定什麼 有些地方我不是很肯定的 不過我記得有這個可能性 即是我跟大家說 就讓大家知道 有這樣的可能性 因為 上文就講到踐踏 那下文就講到 同時 那兩個結證人在那裡 有人攻擊又會噴火 那是怎樣的呢 那是否就是 他站在內院 所以保護了內院 或者是都未定的 即是這個是 我們有一個整傳的圖畫 但是我們就盡量 將這些盡量記得 我來說是記住 記住這些所有的教導 那到時應驗的時候 我就知道 原來是這樣應驗的 好了 那有人要害他 他就有火在他口中出來 消滅他們 那 凡所以要害他們 都會這樣被殺 還有有權兵 在傳道的日子 叫天閉失不下雨 有權兵叫水變為血 並且隨時隨意用各樣的災殃 攻擊世界 哇 攻擊世界 不只是耶路撒冷 攻擊全世界 即是他可以有這樣的權兵 所以這兩個見證人 都是讓我們看到 耶穌是掌權的 神是掌權的 即可以有兩個見證人 在這麽強勁 在這個大災難時期 所以我們不用怕 神可以保護他們兩個 神也可以保護我們 但有些人說 他們兩個特別厲害 所以我們不是這麽厲害 你愛神 神就看重你的 無論你是多軟弱都好 即是不太厲害 那些人物 總之你是依靠神 親近神 神都會保守我們的 但我們一定 我們一定依靠神 是沒有其他方法的 在大災難的時期 我就覺得為什麽有大災難的時期 就是用基督徒真的有個時期 只是能夠依靠神 不能夠依靠錢 不能夠依靠任何的一件事 你所有的 而神是有能力保守的 他的災難也影響世人 因為他叫水滅血 又不下雨 各人物災難 所以很多人受苦 很多人受苦 其實也顯示 亦是讓我們有機會傳呼 你看看 你看看 原來不聽神說 神可以這樣攻擊 我們信靠神 我們知道神是掌權 聖經已經講完了 所以你是否信真 或是你為了這些苦難 那你就去拜這個假神 受這個受印記 而且 受算你受了受印記 天都閉塞 不下雨 所以 不是代表他們就好 他們都不行 在那時候 我覺得 基督徒是需要熟習聖經 站立得穩 隨時有力 從 討告學習 為何討告有能力 有些人討告 經常都是求什麽 求什麽 我們多些愛慕神 相信神是掌權的 神在這裏掌權 神在這裏掌權 愛我們 祝福 凡愛慕祂的人 一定祝福那些 倚靠祂的親近 所以我們就從神得力了 隨時一祈禱 立即有喜樂 有力量 那你就能夠站穩 那你就不會被祂 恐臨 因爲有很多基徒 他們在這樣的困難 他們就很容易會跌倒 好 好了 然後呢 隨時隨意用個人的災厭 那他作完見證 他都被殺 被殺 就是這個 無底坑上來的獸 將他交戰得勝 並且將他殺了 這個無底坑上來的獸 這裏就講到 他又講到無底坑的和 這裏講到獸 啟少十三章講到兩個獸 所以這個無底坑開 也都很可能 你知道真是地獄開門 就亦都是啟少六二十章所講的 這個獵 將這個魔鬼綁了一千年 其實呢 關於 因爲有很多人 就覺得是有一千年的千禧年 聖經也講一千年 不過是否千禧年呢 其實我見到聖經 是兩天都有講的 是一個是我自己不肯定的地方 那 因爲這裏已經講到 開了這個目的坑 即是在 啟少六二十章又講開無底坑 那 一會我都會講 如果我講得到 或者可能今次都講不到 那就不要緊 下次繼續 還有 連續繼續講下去 然後呢 然後呢 他們就倒在 這兩個見證人 就倒在大城的街上 按靈異呢 就叫做 索多馬 又叫埃及 就是主燈十幾個地方 所以這裏呢 索多馬 大家記得 救藥的仇多 索多馬 王摩拉 被神娘天火 過來燒了 又叫埃及 又是主燈十幾個地方 所以這裏就是耶路撒冷了 各族 國民的人 走來看他們的屍首 三天半 但是呢 過了三天半 有生氣從神那裏出來 站在那裏 看到他們 那些人就很害怕 這兩個天使 一聽到大聲音 從他們天上對他們說 上到這裏來 他們就嫁魂上天 他們的仇敵都看見 這裏是講到 很明顯是兩個人 升天 不是講到其他人升天的 有些人就用這個經文 就說 有其他次數的 是被提的 這是其中一次 這只是兩個人 沒有說到其他人在內 而聖經講到被提 是在大災難之後 在基督用他降臨的榮光 廢掉敵基督的時候 也是基督徒復活 成為不撈壞的身體 並且死亡被得性 吞滅的時候 所以這個被提 不是講到有另一次的被提 是講到 這是他們兩個人 特有的一個經歷 這個特有的經歷 亦都全世界人都知道 所以這也是一個見證的時候 就是一個傳呼音的時候 但其實什麼時候開始拜壽 要受壽印記 我們不知道 如果他們受了壽印記之後 根據聖經是應該不可以再得救的 即是在第三個天使說的時候 我們先說一下 說完第七號 第七號 提到第十章 說到不再有時日了 沒有時間了 第七號 在天使吹號發聲的時候 神的奧比承傳 已經承傳了 沒有時間了 然後第十一章 在十章和十一章之間 就講到這個 兩個見證人 然後就講到這個七號 這個七號 他說 世上的國 成了我主和為主 基督的國 即是這個世界的國 什麼國家 什麼國家 全部都變成為神的國 那就是世界每日了 即是全部都變成為神的國 他要作亡直到永遠遠 外邦發怒 神的憤怒都臨不到了 審判死人 這個很清楚 因為 看二十章 講到這個 白色大寶座 大家記不記得 就講到 審刷二十章 講到 捆綁魔鬼一千年 然後那些基督徒 就作王一千年 到底這個一千年是什麼呢 然後這個 一千年的尾的時候 撒旦就釋放出來了 他就引誘一些人 攻擊這個蒙外的城 然後就天上去降臨 來懲罰他們 然後就是 白色大寶座 審判死人的仇 現在已經是審判死人了 為什麼會 如果 這裡講到審判死人 還有 伯人眾先知眾聖徒 凡敬畏 你明白的人 連大大小得賞賜 這裡 連大大小 先知眾聖徒 敬畏 那就包括所有基督徒 連大大小 全部得賞賜 不就是所有基督徒得賞賜 死人 要不就得救 不得救的 就死了 那就復活了 或者有些基督徒 死了也復活了 那就是全部人 還有什麼人還剩下呢 沒有人剩下的了 所以這個 和啟事錄二十章 說到這個白色大寶座 是overlap的 是一樣的 不是兩樣不同的 所以 根本有沒有千里年 這個是一個 question 但是我們看到啟事錄二十章的時候 我都說有一句經文 就是一句經文 因為說到那些受迫伯 它活了作王一千年 是這一句令我 有可能有千里年 在我來說 沒所謂的 將來有千里年 就千里年 已經復活了 我們被提 預主永遠同在 已經不正年 不老壞不死 什麼所謂 一千年 而且很搞笑 已經變成不死 跟耶穌榮耀的身體相似 在《腓勒比書》三章二十二十一節說 跟榮耀身體相似 那些非基督徒怎麼攻擊我們 都沒得攻擊的 好像攻擊天使 那為什麼攻擊天使 是沒得攻擊的 所以那些經文 我怎麼解釋呢 我們到時才知道為什麼 這個很清楚說到 審判死人 還有連大大小得賞賜 還有敗壞那些 敗壞世界之人的時候 到了 即是他們敗壞世界 神要敗壞他們 即是說到罪人 那些罪人要被敗壞 很明顯 即是說 兩種人 一種就是得賞賜 一種就是敗壞世界 所有犯罪的人 那會不會 那些只是很大的敗壞 那些才敗壞 那些小敗壞 那些由得他們生存 會不會這樣的事情 說明審判死人 死人都要審判了 怎麼還會剩下那些人呢 所以這個應該是 包括所有人 因為他們犯罪敗壞這個世界 好了 這裡說到審判死人 我將起床錄二十章放在一起 白色戒寶藏 案卷展開 又有另一卷就是生命賊 有人在名字沒有記在生命賊上 就櫻在火湖裏面 那這裡說到呢 有兩卷案 一個是案卷展開 另一卷就是生命賊 生命賊就記載 哪個名字了 你真信耶穌和耶穌的生命關係 你就在生命賊 這個案卷應該就是 紀錄一些人的行為 那就記載他們所做的一切 那這兩卷就展開來審判全世界的人 那所以跟上面那個審判死人 其實都是同樣的事情 那就是說 那有些人就是這樣 白色戒寶藏就是審判不信那些 那如果審判不信 就不用生命賊 生命賊 沒有理由說 你們全部都不在生命賊 不過生命賊都放在那裡 那你如果是展開生命賊 就即是看看誰在那裡 誰不在那裡 那所以這個審判 都是包括基督徒 還有不信的 這個很明顯說到那些被冰著火湖 但是也都說到那些人在身邊賊 他們就可以有永生了 我們又看到這裏 耶穌回來的時候 馬太二十四章 那時候回來 二十五章說到 這個第三個比喻 面羊山羊的比喻 人子在他榮耀中降臨的時候 萬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他要將他們分別 這些人分別好像面羊山羊那樣 那些人就往永刑 那些人往永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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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到審判的時候 耶穌回來 就永刑永刑永刑 全部是分開的 即是沒有再一千年 在耶穌說回來 他沒有說到一千年 他回來就是審判 分開人去天堂或者地獄 其他經文都是這樣的 約翰5章29節 行善的復活得生 作惡的復活定罪 是一齊的 臨後5章10節 有些人就說 這個基督台前 只是審判基督徒 不過我們要看清楚經文 我們要看清楚 因為我們眾人 其實原文是所有人 是全部人 必要在基督台前顯露出來 叫各人按照本身所行 或善或惡 這個惡 這個字是惡毒的意思 Evil 是惡毒的 這個不是不聽話的基督徒 是直接不得救的 所以這個基督台前 是善和惡一起審判的 有些人就說 基督徒就是在基督台前審判 非基督徒就是白色寶藏 其實是沒有聖經的根據 這些是 其實人有時候 適經就用個名字 用個名字來做適經 好了 我們就講到這裡 這裡我寫出來 《馬太約十三章》 《天國的比喻》的時候 那裡墨子、蔽子 有沒有印象 都是耶穌回來的時候 就將墨子和蔽子分開 這些人就有領生 那些人就要放在火裡燒 也讓我們看到 耶穌回來就是審判所有信和不信的人 這個在我心中 我是開放的 不過我看聖經這麼多的經文 我就覺得 多一些機會是沒有千禧念的 就是耶穌回來 我們就改變形象 就永遠和他一起 怎麼會還有機會被攻擊呢 而我們這次很重點就是 耶穌作王 所以有兩個見證人 我們不用怕 這兩個見證人在大災難時期 都不斷作見證 又能夠攻擊那些攻擊他的人 很明顯神是作王 所以我們信靠耶穌是最穩妥的 不用怕的 也都千萬不要受印記 不要拜壽 你看到有些人 你信耶穌的 你也跟他談談這些末日的事 我發覺那些人 說到災後備題 是完全不肯聽的 嘩 好像他們的教義 好像他們的聖經 是不能談的 是覺得 你不信災前備題 你是有問題的 是異端的 就是說 聖經很清楚說到 正在說什麼 所以我希望大家 都熟悉這些經文 讓我們能夠作好見證 對不信的人 也都幫助基督徒 因為我為什麼 我這麼狠切去鼓勵 提醒人關於災後備題 因為 耶穌說 在那時 哪有許多人跌倒 並且要給此陷害 給此恨戶 很多人跌倒 所以我們 盡量想多些人預備好 其中一個原因 跌倒 因為 那裡講到很多人跌倒 並且要給此陷害 給此恨戶 跌倒 即是他本來是信的 跌倒 他會恨戶基督徒 陷害 即是他直接出賣基督徒 即是說有些基督徒 他們很站不穩 到這個獸出現 他就立即跌倒 那他們出賣其中基督徒 因為獸要逼他 你要告發 哪個基督徒 你知道哪個是牧師的 是耶穆師在哪裏 快去抓他 即是這些 都是神有祂的方法 我們不用怕 所以我們 幫更多基督徒站穩 是非常重要的 甚至有些中派 整個中派都是莊錢被例 他們又沒有去查經過 我真的看他們說 他真的很粗略地說 那些經文有沒有直接說到被提 是用那些經文 好 我們一起起床祈禱 求主幫我們預備好 耶穌回來的日子 七萬天父 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很愛我們 你關心我們 你憐憫我們 你是掌權的 一切的事在你的手中 大災難你的手中 我們不需要懼怕 七印 七號 七雷 七門 都在你的手中 你是掌權的 所以我們是你的兒女 尤其當我們聽你的話的時候 親近你的時候 一定得力 一定能夠面對這些災難 求主幫助我們 為主作美好見證 站立得穩 靠著耶穌作美好見證 也都一方面 全方一方面 都鼓勵其他基督徒 去研究 去研究聖經的預言 去研究聖經的說話 不要只聽人說 是去看聖經 聖經說什麼 我們就信什麼 因為聖經是神的啟示 一方面是神對我們的愛的信 一封信 告訴我們 他怎麼愛我們 也都是給我們看到 整個世界的藍圖 神的計劃的藍圖 末日的藍圖 都在聖經裡面啟示了 所以我們一定是用聖經去穩真理 求主保守我們 靠耶穌得勝有緣 將生命獻上給耶穌 你跟耶穌說神 我將生命給你 我真是願意給你 願意給你使用 不要浪費我的生命 不要浪費我的命 而主保守我們每一個 將生命獻上給神使用 神就起源 神就保守你 神特別體重你的時候 神一定會提升的 主我們同在 主保守我們 原主耶穌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 我們聖靈的感動 常願我們每一個同在 經過我們信心 從今直到永遠 叫我們從神得力 為主作美好見證 Hallelujah 主保守我們 從今直到永遠 阿門 阿利女人 神保守你們 阿利女人 希望大家重看重看 看回 你不看的話 你很快就忘記了 看回看回 但你可以記得這些經文 好 喔 不看回看 你很快就忘記了 無所謂 你很快就忘記了 那就是一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